接下来的这些主题呢 比较分散 但是我们要一个一个来讨论 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长 我今天在跟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就跟爆瓜阿团队在赌 说这个 卓榮泰的那个当中 谁是会第一个喊投降 然后请辞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 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 因为他一开始不是也讲了吗 这个核一核什么核二啊 什么核三啊 这些都拿出来说核电可以用啊 结果校正回归道 已经咳咳到讲说什么 其实呢 不必你家里 不必每个房间都装冷气 像譬如说那个什么 30平的空间 你装两台就好了 奇怪人家家里要装几台冷气 是跟你经济部长有什么关系吗 而且冷气多买几台 不是也是这个 能够让经济活水起来吗 那杨琼一马上就呛他啦 就说 他说你用冷气做举例 真的是政府 这个有失政府的格局耶 那请问一下郭志辉 你家里有几台冷气吗 对不对 怎么来自产业界 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其实呢 他也不 搞不好也不是自愿换脑袋 他就是被迫换了脑袋 然后就继续擦屁股 然后呢 他说这个因为台湾电价太便宜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越来越便宜等等之类的 难道是10月 涨电价要再打预防针吗 那这个你看你看这个 核二核三研议嘛 务实相法嘛 企业界的沙场老将嘛 但是是政治新人啊 一场民进党立委震撼交易之后 立刻全部回归 他现在的主轴就只有什么 说服国人台湾不缺电 好大家还记得斑斑有冷气吗 但斑斑现在都很热啦 所以这个郭智慧我觉得他 因为我今天特别查一下 2002年有一位中裁仪啊 也是这个经济部长嘛 48天 拜拜我走了 然后我发现这个我是小白兔 我走了 郭智慧现在已经29天 然后即将明天是30天嘛 对 5月30 30天了 明天第三十一天 所以这个不知道他会不会 也是第一个 这个董哥 应该不会啦 应该不会啦 因为他调整得很快 啊他跟得很快 我们台湾人喔 是怎样呢 对不对 就喜欢练作官啦 贪宅练作官 这是过去日本人 对台湾人的评价 啊 其中的第一句叫做 驾驶 驾驶贪宅练作官 就七个字 以前日记时代 对台湾人的评价 郭智慧其他的不同 爱作官很清楚 对不对 他刚上来问他 他讲核电他支持啊 核二核三都可以延啊 对不对 只要立好院通过就可以 后来在党内被震撼说 你不要乱讲话 怎么办 赶快收起来 然后赶快说 我是反对核电 改制 那个马上就改口 你过去在外面 好歹也当过一些公司的董事长 也是方方面面 很有人望的人物 为了当这种官 然后在那边修改自己的原则 年纪猴这么一大把的 其实不需要啦 会被人家看清 但是我已经看准 他就是爱作官 所以拼了命的就下去 对啊 他们的祖先叫千里丹起郭子怡 那是很震撼的 一个人就可以退了 退了整个回合的兵力 他现在不是了 他现在只要叫他作官 他什么都可以干 这个就是郭智慧 我非常瞧不起 你没有原则嘛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的核电 大家都非常清楚 全世界 对 对不对 对 你现在全世界都 每个国家盖核电 美国拼命盖 郑鲁盖 私人公司也盖 那个比尔盖茲也盖 对比尔盖茲 这两天在盖核电厂 是国际上的大新闻 那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盖 韩国盖 大家都在盖的时候 然后你今天 完全没办法去讲说 为什么不要核四 因为你有个非核加盐的目标 对 他不晓得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我告诉各位朋友 因为台湾这一波的电力 会非常吃紧 我们现在六月嘛 现在六月是不是天气就非常热 因为现在地球的气候非常异常 那这其实是一个常识 但是我们拼命的用火力电厂 违背世界的潮流之外 让台湾自己本身更热 这是一个一个目前的一个常态 那我觉得郭智慧 现在他提不出台湾的政策 对 所以就叫人家家里 不要装太多冷气 不要装太多冷气 所以杨琼云才问他说 你家是不是每个房间都有冷气 他不敢回答 对啊 对不对 一定有的嘛 而且他不知道 现在其实一对多的冷气 是比较便宜 比较省电的嘛 是啊 以前输家前被人家捡起的时候 你加那个农色 对 后来他说 好 那我煎出来 然后煎出来 东西要搬出来 就有人去数他加几台冷气 13台 哇 他很气啊 他说怎么13台 明明只有9台 明明只有9台 他太太多装了几台 他不知道 不是 我觉得他是 分离式冷气 分离了以后他那个算一台 其实可能放三个房间 对 我觉得是这样算 那可以看到的就是民党 在这一方面 其实大家都不诚实 以前张景森说 要不然如果下午很乐 可以到百货公司 对 清楚的大家 民党都欠很多 大家可以去找地方 去凉快的地方 最凉快 但是又有人规定 百货公司不可以低于26度 26度 很奇怪吧 所以你今天看到那种 左支右侧的政策 会让大家觉得很可怕 但是你要想想 这一波最近最红的两个人物 一个叫黄仁鑫 一个叫王毅川 因为王毅川人人都要跟他 看他有没有闯红灯 这样 狗宝式的人物一定要保护 其实大家都在保护他 怕他不小心被人家害了 大家眼眼都在帮 暗中在保护他 对 那你今天看到了 黄仁鑫讲了一句话 大家都没有留意的一句话 就是台湾的电力 其实会令他担心 对 这是一个课题 可是大家故意忽略了 只想说他去哪里吃小吃 对 那这东西都是不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我愿意在台湾投资 可是台湾有没有很稳定的电力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不把电力当做 一个台湾的护国神山的话 他这个护国神山可以吸引 很多人来投资 让台湾有更多的好的企业 愿意回来 或者愿意来这里投资 如果连这样的打算都没有 每年的欧洲商会 美国商会都在讲到电 每年都讲到电 然后政府好像自自不理 每天都在回合家园 那你跟所有先进国家 这些都不符嘛 所以我说郭志会不要在 嘴巴在讲那些漂亮的话 你其实经济部长要解决 用电的问题 这是你最大的责任 如果连这个都还要用一些 漏有漏无 然后只为了保官为了讲话 其实这样的经济部长 早早辞掉最好 所以我们来赌 所以我赌说他是第一个会责 但是董哥这样讲好像 因为觉得他很爱做官 好像会巴着不放 所以这个黄仁辉这个也是 对不对 其实他讲那句话很重要 就是讲说台湾的电力 让他很担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政府 掌握了大部分的媒体 对 通通都是什么美食地图 也是不知道 大家到底在跟什么风 另外呢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其实 在野正义好好谢谢 刚才我们嘲笑的这个沈柏阳 另外还有波特王 波特王也是够诚实 他竟然可以直接讲说什么 假设要打仗的话 我会逃到日本或美国 我绝对不会上战场 这个就是爱台湾的年轻人 波特王 那这个也因为他们呢 所以怎么样 就打出了很多的 他们自己党的 对立面的这些敌人 就让他们继续这样搞下去啊 就会有更多的敌人了 甚至说这个波特王呢 他好像一副这个怎么样 这个仇中 这个仇中这一波他赚了一票 但其实他的前公司踢爆 就是说 当时他不是曾经也跟蔡英文一起拍影片吗 拍之前啊 他还这个很担心啊 很担心说 万一这个跟蔡英文拍片之后 以后他就没有办法赚人民币了 因为一定会被这个对岸就盯上了嘛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曾经到美食 这个北京拍过美食去过香港啊 去过很多地方都是对岸出钱 请他去做的 他的前公司 他还告人家的嘛 告输了嘛 他前公司都帮他整理出来了 其实他之前都是赚这个对岸的中国的这个钱 对岸的这些 他所谓的仇中 他讨厌的人啊 但是他钱已经赚很多 然后呢 回过来 这个民进党重用他的时候 他又变成这个仇中好棒棒 对 这个勇敢的年轻人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余轩 这个这种网红 现在有很多网红出世 对 你怎么看就是 这个变来变去的网红啊 波特网 我知道 这是他的艺名 他本名叫嘉靖吧 我记得他叫嘉靖 嘉靖 嘉靖的嘉 然后靖朝的靖 所以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有新的艺名啊 因为他就以前叫波特嘛 但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作风 不像一个王 比较像 另外一个叫哈利波特 哈就是很哈的那种哈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所以我等一下都会用哈利波特 可以来简称这位波特王 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 因为他最近 提爆说 哎呀 有十个网红会收受这个中资啊 收受中资之后呢 会跑去那边拍片啊 等于就说反正这些人被中国渗透嘛 被中国支柱嘛 统战 那接了我 那我才去了解说 不对啊 这个波特王什么时候 这个哈利波特什么时候 变成这样子了 因为他原本叫做波特王 那时候他在干嘛 每天都在撩妹 撩妹 撩妹影片嘛 撩妹金句嘛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那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因为 他从大概四年前左右的时候 他撩妹这个流量就行不通了 每况愈下 他有一百万订阅哦 但是那时候撩妹的时候 撩撩撩 后面一支影片可能说 一万两万两万三万 就没人要看 流量不好 流量不好呢 这时候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 才开始转型 变成他现在的哈利波特 就不断的这个舔民进党嘛 不断的这个修理共产党 这个我都没毛病 这个没问题啦 因为网红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有趣的是什么 他现在呢 去咬说其他的网红呢 说有十个人去拿中国的钱 结果他钱冬家真的受不了 就提爆 提爆过去 波特王曾经发生的事情 就他竟然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其实以前哦 我们讲卖台也好 舔贡也好 接受中国资助也好 他第一人 他的始祖 他在当初的时候呢 很早就已经跑到北京去 然后说我才没有 我没有接受中国资助 那都是我公司出的钱 我爱台湾 我膝盖最硬 他说他膝盖很硬 最近膝盖很流行 对 他说他膝盖最硬 他就是因为这样才开始 这个 怒骂小粉红 结果没想到 被人家提爆说 不对 他当时去中国 你知道干什么了吗 第一 接受北京的招待 然后呢 去了澳门 还去了冰岛 全部呢 都是由共产党解放军 人民币呢 反正呢 反正跟中国有关的 全面出资 出资之后呢 他还帮中国代言手机 代言手机那时候呢 还在那边拍美美的照片 反正就是他赚人民币赚得很开心 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 各位我觉得人要从一而终啊 今天你要去反共 我没有意见啦 高兴就好了啦 这个道不同 有种你就跟赖清德一样 就是台独到底啦 就是对不对 一辈子对不对 不能中间换路啊 我对于赖清德是不是会到 我打一个问号啦 反正波特尔网呢 就这样子嘛 那你之前 结果后来才发现搞懂了 他为什么要去路骂小粉红 你知道吗 因为赚不到 完了 就是 就是求来赚不到了 求婚不成 求婚不成 人家不要用他了 对 他原本跟这个大陆有个网红 人家佩比讲 我根本也不知道他是谁 反正他们两个就是 想要靠着他去赚人民币 大举西进 结果没有想到 后来闹出个风波 就是因为呢 他跟他同行的里面 有一个好像叫什么 什么辣椒什么挖沟的啦 反正就是他 同样的网红说 不行 因为他坚持不让我们讲总统 总统就是总统 我们要国格 这个就有价值 我喜欢 他说因为为了国格 所以我不赚人民币 ok这我可以接受 那波特尔网那时候 你知道还干嘛吗 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就开始变哈利波特 开始念咒语 不要啦 我们再缓缓啦 避个风头避几天就好了吧 好想赚人民币 拜托啦 赚一下好不好 结果不好 他那个人就硬给他 发那个脸书文 他说好吧他只能接受了 结果没想到人家把他发文算 说不行我们要捍卫国格 你知道他干嘛吗 马上自己写说 对因为我是膝盖最硬的男人 我要跟蔡总统拍片 所以各位就是这样嘛 就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现在才搞懂一件事情 因为他在跟这些人 对话记录里面 透露一件事情 哎呀这个我们讲啊 闲货才是买货人 你要先舔贡 你才有办法反贡 你知道吗 他就是你先舔贡 才有办法反贡 这闲货才是买货人啊 开始这些大局讲说 嗨我跟你讲啦 我跟你讲 这个是实机材 我们也不知道抗中保台 这羞辱小粉红可以修多久 反正趁现在还有流量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羞辱 如果真的出事情打过来的话 我们赶快跑到别的国家去 对 就这种人啊 所以各位这都是生意嘛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生意出现 我不怪这些网红 网红就是求生存 他们只是要赚钱而已 生意人变来变去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生意人两套标准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但这个根源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民进党 就是因为有沈柏洋这种人 就是因为有我们讲 2001将军这种人 他叫于北城嘛 有这种人积飞城市 那他们为什么积飞城市 因为民进党发挥了一个概念 反正呢民众只要呢 这个智商越低 越不关心时事 我们的选票就越稳固 所以我就讲一些余民的话 反正呢我也不求你这些中间选民 或者你这些泛兰的会听 反正这些底下的人 他们会相信就好了 比如说如果给国民党啊 这个改革无法啊 北京台北会有高铁啊 好棒喔 10兆就会搭乘了 你开我什么玩笑 你10兆盖出来我送 来去 你盖出来给我看 我跟你保证100兆都盖不完 什么10兆都盖出来 我听你在放屁咧 想说花东那个2兆 然后北京那个10兆 胡扯瞎扯 这种瞎话都呜呜呜呜 后面的那个智者 那怎么会有人相信啊 我们博洋公了 那种左右 那种第五重队 真恐怖 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干嘛 那包括我讲一个 最极端的例子好了啦 因为我们最近大家 是不是在骂孙安佐 都在说这个小朋友 怎么拿喷火槍抽烟 我跟你讲啊 孙安佐 我看到另外一个人之后 我原谅他了 你知道看到谁吗 柯建民 因为我们柯建民 是立法院党团总招 他在国会最神圣的殿堂 朝野协商的门口直接 想到我儿子了 来两根 直接都抽起来 所以你要怪 你要怪这个 你要怪孙安佐什么 可是孙安佐很暴力 他都恐吓人 没有没有 我们民进党立委直接伤人 好不好 怎么个伤人法 要不要看到中嘉宾 看到女性 直接给他爆摔 整面背 然后呢还不道歉 然后吴思耀教你 怎么样鸡飞成事 出来说 那个是陈晶威打中嘉宾的 他活该啦 他自己要去攻击中嘉宾的 各位 哇 真是造谣阿姨啊 所以你看 这种事情都可以硬干 这种事情都可以硬掰了 所以你看看 再看看现在这些网友们 为什么每个人 只要打着抗中保财的大旗 硬掰的硬掰 硬拗的硬拗 鸡飞成事的鸡飞成事 所以 我跟你讲 民进党的政权 穩定的基础 你知道建立在什么之上吗 建立他的自私者 智商有多低之上 只要他把他自私人弄得越民民 智商越低 他们的政权就会越稳固 所以我 我现在回过来看这波动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哈利波特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因为 哈利波特 他前面那个 他关键的咒语是什么 他要先哈绿 哈绿 他作者是哈绿 只要哈绿 一切都大丈夫 没问题 所以我这个凡哥 我们还是要想一想 这我们年轻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走错路 对我们怎么会 沦落到这个地步 早知道先 早知道跟他一样 就哈去了 就哈绿波特了 就拿错 拿错颜色 真的跟错颜色 真的 你还年轻还来得及 我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好 接下来我们好好再来看这个 有两题 都是跟那天 昨天这个黄埔百年的孝庆有关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 是我们的新任国防部长顾立雄 其实顾一雄 我觉得他不知道 不知道是去那里 不知道有没有心不甘情不愿 还是怎么样 反正搞不清楚状况 本来要行扶手礼 敬礼的时候 他是文人部长 所以他不用举手礼 他是用扶手礼 放下又拿起来看旁边 跟韩国瑜拿的是国旗 那我该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所措 为什么幕僚先前 没有先帮他把功课做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呢就是之前呢 这位我们的部长一上任 就已经下了很多指示 大礼包 就是军中以后包括什么正副主官 都可以同时休假 那请问谁顾家 不知道 那还有呢就是 你这个怎么样 离开营区放假的时候 可以不用回报 但是这个命令有很多种解释 不用回报 改变成投票回报 这是什么状况呢 说好的取消回报呢 另外还有这个部长说要取消回报 但是没有取消每日视讯反查 所以这就不叫回报 所以这个视讯反查 就不是回报 所以根据政战部门的示意 这个国防部长本身表示 取消安全回报 故休假互助组反查 并没有取消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这个故立雄部长 感觉这个好像还没有上手 还是他接下来又有什么大动作 我们不知道 我们先进广告好 等一下进广告 回到这个兵哥 好好来讲一下 刚才呢就是我特别讲到 就是顾立雄 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这个人家陆军官校的 这个蓬浦百年校庆啊 当个部长 手不知道往哪里摆 真的很尴尬 另外还有就是他下了命令呢 部队好像都听不太懂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这个怎么办呢 接下来这个军队要怎么办 他们连部长连经理都不会啊 兵哥 其实 这个我不怪他 这个是 没有人教好他 对 所以他为什么不做功课 所以照理来讲 应该是 他既然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他本身是国防部长 他国防部应该 要有人教他这个东西才对 其实正常 其实这些都是要有人教的 包括赖兴德 他要站在什么位置做什么理 都是也是要有人教 不然 他有五官 总统是五官 也没有人天生会的 这一定都要有人带 有人教才会 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怪他 是国防部自己内部SOP出问题 那要不然就是他太笨却不会 那看你觉得哪一种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笨蛋啊 他应该不会笨 人家大律师 什么可能会笨 什么官都能做 是啊 人家是万能部长 对什么都可以啊 那至于说 他为什么 就是说提出 哎取消这样 什么休假回报啊 这些东西 为什么上行下不孝 那为什么大家 变个名称继续来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他盖管的事 因为这属于精力系统的事情 本来是参谋总长应该去做处理 本来就不是你国防部长应该弄 这根本不关你的业务 跟你没关系啊 所以顾毅雄自己越处带袍 去手伸太长 常备管辖 就会出现这种包 那第二个 为什么 稍微来讲 你不用回报 我也省得登记啊 那这些单位应该很高兴啊 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要换个名称去 不敢啊 我跟你讲 不是不敢 因为这样会出问题 对 因为这样就变成 万一真的出事的时候 我真的找不到人 对对对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那真的万一 现在老共没事 就有人跑过来 对 然后你突然间叫大家都不用回报了 那万一真的出事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就谁都找不到 我自己扛吗 你要知道 在军队里头 谁能扛什么责任 那个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 没错 所以你等于是都叫这些主官 副主官都不在人 你叫这些阿兵哥去扛 叫这些班长 叫这些基层士兵去扛吗 他才不会干这种傻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军中他们基层体系 他们认为这个回报机制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他们认为要保留 可是呢又不能得罪部长 所以我换个名称再来一次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不然怎么做 就叫反差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国防部评估认为回报机制没有必要的话 那你们就直接雷厉风行啊 要求大家都不用回报了 我们现在每一个官兵都可以自主 随时遇到都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做 那你真的认为我们的官兵都做在这一点 你们就305升下去啊 叫大家都不准回报 就是以后只要他联营你就不准找他 你等他自己回来就好 哇 就这样子啊 连新闻台都没有办法做到 是啊 出事的时候长官都在找我 我们四个都是记者啊 我们记者基本上是根本没有什么休假不休假 永远就是他想到 长官想到就扣你啊 放假会被抵托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如果当军人可以比当记者轻松的话 那也是不错 那他明天会谢谢顾力熊 是啊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做不到 特别是在台湾现在这个状况下 对 没错 你去想想看 人家一个解放军的前艇长 随便开个艇 都可以到淡水河口 在那边绕了个半个小时 我觉得他是不是在绕了半天 你们怎么还没有人来找我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岸 后来实在受不了 只好自己去撞个船 自己去撞 这样我总可以上岸了吧 不然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收尾 对 我在这 我在这 所以台湾已经面临这么严峻的状况了 然后你还在不断的降低军中回报的机制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军队是 是准备守战集中战嘛 守战集中战 人家就总统说不行啊 投降主义 对啊 你不投降啊 可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机制 这样来做的话 你就是准备守战集中战 对 而且所以他们两个也很矛盾 总统和国防部长也很矛盾 所以我当初 郭立雄在宣布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们不是告诉我现在很危急吗 对 那你宣布这些东西干嘛 你宣布这些东西其实在告诉我 现在其实很安全 不需要这些机制不是吗 那干嘛叫人家回来当一年兵 对啊 这个就是我不懂的地方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能够 当各个部会的首长 我们只能在那边打敌赛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难怪我们只能当记者 我们能当部长 对不对 对说的也是 就军中的这个回报机制 那天那个 那个庭长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网友讲 该不会是因为淡水这边的海巡 主官跟副主官 通通都休假去了 所以没有人 这个掌握到这艘 这个小破仓 我跟你讲 从头海巡 那个超级明显好不好 就是从头到尾海巡 根本不知道他来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大家说 市市长官都休假 所以大家就一起放假 这种感觉 所以是蛮严重的 那另外呢 这个 刚刚我们讲投降这件事情 赖清德在黄埔 他很勇敢的去了黄埔 然后面对这些 其实真的是 老实说都是中华民国 这个死忠的支持者 不断的对他高喊 中华民国万岁 还是很英勇的去了这个现场 去了现场之后呢 他的这一席发言啊 刚刚我们亮哥说 前面听起来还不错哦 还OK哦 到后面整个歪掉 整个这个斗鸡就斗起来了 什么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哪里 这个是OK的嘛 秉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 为台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 才是真入关哦 你没有这份雄心壮志 就是假黄埔哦 假黄埔都来了哦 有主权才有国家 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各位投身入军官校 就是将保家 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人 扛在自己肩上了 我们绝对不能够敌我不分 也绝对不能够敌友不分 更不能够接受 首战集中战的投降主义 这是他的致辞 这个刚刚亮哥说他也没有 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总统 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出格的话来 那当然他其实 董哥他蛮针对马英九的 这时代杂志他也把马英九拖出来 然后首战集中战 我不认同 谁提的马英九提的 所以他现在是突然 好像特别 人家马英九已经退休了好不好 一定要这样搞吗 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520他骗了美国人 对因为他 美国人英文搞不清楚 对 他不晓得赖金德讲的是两国 还是两岸 对 那他们认为说是两岸一出来 所以美国人去跟中国大陆保证 赖金德这次的四平八稳不用担心 结果一出来大家都吓一跳 就是两国论 那两国论 当然马英九基金会 呛了他以后 他就很不爽 他就开始以马英九为目标 所以他就安排接受 时代杂志访问 又开始去重申这个 马英九 蔡英文也讲过 对 那也是英文啊 谁他讲啊 对 他就是找英文去讲 就是国民党 马英九那些人最没道理 他可以讲 我为什么不能讲 那是英文啊 对 可是我们懂中文的人都知道 两国跟两岸是不一样 对不对 两岸是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的 对 那就是我们是台湾地区 他是大陆地区 这也是我们大家所周知的 赖金德现在就抓到一个目标 就是说拿马英九来打 那他 因为他自己平常不认真 这个人是高度自卑感 对 他就是高度自卑感 刚刚你听到 兵哥讲那时候 他就是那种方式 就是每天要跟人家缠斗那种 譬如讲 他建国中协 他同班同协 大家都考上台大医科 只有他考上台大附建系 那你在校园是抬不起头来的 你这头低低的 都在台大医学院 同学 他是前村 他是整个乡里面 唯一的建国中学生 不得了 你看万里乡 是个小遗村 对 他在这里 哇 那个不得了 赖家怎么出了一个 这么好的学生 结果 结果班上人家都考上台大医科 只有他考上附建科 他那心里的自卑感都厉害 对 那别人都当医生 他想方式啊 一定要当医生 一定要打败你 所以他到成功大 接近哪一个医生 对 腎脏科 对 成大跟台大 其实在评价是不一样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没有提示谁 但是社会上本来就这样 分数也是这样 是 分数 他很多啊 这就是柯文哲当时不是 第一次也没考上台大医科 第二次也没考上 我就是这个 柯文哲考三次才上 我就是要考上 这样子 那他考上阳明 那所以柯文哲动不动 就讲 我们台大医科 那个也是自卑感在作祟 因为前面两次都 对 因为他们都是饭桶 像我考金门高中 我一次就考上 因为我们金门只有一所高中 对啊 我住中和 我考中和高中也是一次就考上 对啊 因为我前面都填不到 对啊 但是你今天可以看到 赖清德他就那种死残烂打 就是说 反正我只有事实 我事实在怎么烂 这是我的基本教育派 对 那我就尽量去冲 冲一定会有收获 因为有这些年轻人 过去 他们没有机会参加到太阳花 那时候在读小学嘛 读国庄嘛 没有机会 那现在 赖总统给我们一个机会 这是第二次太阳花 我们要参与 那来对抗的 招样是国民党 太阳花实在 马航九好歹是执政啊 对 那现在执政的是赖清德啊 所以就开始讲 国卫扣钱 这些人啊 懂什么扣钱 这扣钱都是民进党 过去的主张嘛 那 他替年轻人找到一个目标 就是国民党 他替自己找到一个目标 就是马航九 因为马航九基金会 都在脖子啊 他自己不用工 他不晓得 守战集中战 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 一个纲名 对 我们跟 对方跟敌人打仗 我们守战一定要 马上把他摧毁嘛 对 没错 对不对 不然就会弄得跟现在 那个乌克兰啊 就是伟大不掉 对 任何一个国家 跟对方打仗 一定希望守战集中战 一下就把他打到趴 然后他对方 嚇到了马上投降 一定是这样 这个和哪一个国家 没有关系 那第二个当然 马航九基金会 很明白地告诉他 2020年 这是蔡英文主导下的 国防研究院提出来的 里面的那个 马航九那时候是 借这个拿出来 引用人家 引用的 我们 蔡总统的国防研究院 提出了这样的那个 这不是马航九的主张嘛 他就把他指责说 对中共有这样的主张 那我们既然还来引用 我们是不是投降主义 和那个没有关系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群饭桶 这群饭桶 我觉得顾立雄也 是大饭桶 他回去可能又要 那国军又有福利来了 要修改一个规定 以后见到长官跟总统 不必集首领 不必集首领 通通不要敬礼 取消了 对 就取消了 照系立正都取消好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批人其实 因为他非计不可 黄埔一百多年嘛 那新伦又报导说 中国大陆要庆祝 所以他这边 一定要别苗头 别苗头他讲 要防务 金马台澎才是真黄埔 对 不然就是假黄埔 假黄埔 对 真黄埔在广州啊 我那个地点我也去过啊 真的黄埔 那个地方 那个地点就叫黄埔啊 我们这里的黄埔呢 我们这里是凤山嘛 但是我们说 我们传承这里 好那你要传承这里 黄埔是谁创的 是蒋介石啊 为什么从头到尾不讲蒋介石 就是一百周年你好歹 总要说 那时候 蒋介石校长怎么去东征北华 他抗日还跳过 而且从抗日他都不讲耶 抗日是里面最辉煌的 没错 因为全体中国人 包括台湾人 对 那时候一起来抗日 没错 那那时候抗日 八年抗战打得多辛苦 他不知道吗 我真的是 因为他是日本人 我跟你讲 我告诉你 他心态就是日本人 我只要对于这种 假装没有看到抗战时期 我们中国人 被怎么羞辱的这种人 我在讨厌 你知道吗 对 因为你这个意思 我们并没有说要清算 你要干嘛 但是那时候日本 杀了非常多的东国人 三千五百万 是怎么样的羞辱 那时候台湾人很多人 忍入负重 但是很多子弟 被真调到蓝娘去当兵 死在那里 对不对 包括李登辉的哥哥 那很多人跑去大陆 随着奖委员长一起抗日 包括连战的爷爷 就是说一堆人 那包括谢东敏先生 他们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 当然 不一定说 你一定去中国大陆那边 才表示爱国 因为你家里实在太穷 可能老母亲在这里 你也去不了 只能忍入 这些都很伟大 在那种乱世之下 但是你不能挑过这一页 你现在看到赖清德 那种日本人心态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次故意挑过 挑过蒋介石 挑过康律这一段 对 然后要去加强做搅毁 好像自己懂了多少 我觉得这些人 都是很莫名其妙在哪里 譬如说像顾力雄 顾力雄 顾力雄当过国安会 秘书长四年 大家已经认为你是专家 所以国防部的幕僚 没有人教你说 你应该棘手里头 怎么样没有 那他想偷偷写 韩国瑜 韩国瑜入京关校的 韩国瑜手上有哪个国旗 整个舞台上只有韩国瑜 手上拿国旗 对啊他拿国旗 他就不能等 他就干脆国旗拿的 所以他就国旗很高 这样子 对也是一个致敬 这个致敬的动作 看得出来 所以变成 顾力雄就慌了 他就不晓得怎么办 那国防部的人认为 你一定懂啊 你当过四年国安会主委 你过去在指导我们国防部的啊 你怎么可能不懂啊 所以现在变成说 那种欺負篮下 那赖清德的情况一样 他就职当天 赖清德就职当天 背对所有来宾的县市 他被人家讲说 不对吧 你好歹你四年前也跟 蔡英文一起实习过 你是副总统啊 对不对 你一定看到蔡英文是面对的 所有大家 那个情况是不一样嘛 那总统府的人也认为说 赖清德四年前 你应该会啊 你该会你四年前就会了 对啊 我们台湾就在 很多幕僚都认为说 我的老板该会 对 我们老板 不要多嘴 这些当老板的 明明什么都不会 可是 吹秋你知道 平常都喜欢讲大话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幕 都会知道 赖清德想跟老公别苗头 我这边一百周年 你那边不算什么 然后用这个去记忆人心 台蓬金嘛 假黄埔 如果不保护就是假黄埔 他其实为什么要讲台蓬金嘛 很简单 因为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 要他再讲出口 他是很难 勉强讲了一次了 对 勉强讲一次了 那台蓬金嘛最好讲 对不对 要不然就要讲中华民国台湾嘛 那我们其实 有人去黄埔讲中华民国台湾 蛮你太奇怪了 是啊是啊 所以只要讲台蓬金嘛 那可以知道 他这一场活动 对他来讲 是很勉强的 有啊 可是 勉弄很糟 对 可是他不去别苗头 要不行一百周年勉 你国家援手一气 你知道阿扁那时候 当总统去 那时候民进党 抗中抗得非常厉害 他讨厌中华民国 讨厌得非常厉害 阿扁好歹他没有 阿扁的演技比他好 阿扁到陆京官校那里 谁想消灭中华民国 谁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哇 前场 那民进党在基本教育 他天天要消灭中华民国 但是阿扁 至少讲出一个漂亮的话 那我觉得赖清德 连表演都输阿扁 对不对 连演技都输 是 然后因为他从上任 你上任你要 你至少要表示说 我一个总统得低 我希望怎么样 那最后 如果在野党再怎样 我没办法 我只要跟他抗争 他不是 他一上任就表示 我要选举 我要战斗 我只有事实 我要抢年轻选票 清鸟的朋友们 你们那时候年纪太小 来参加 十年前你们 没办法参加的太阳花 他现在在表现这样 所以 那 到国防部也很不认真 除了没有叫顾立雄 这个所谓局手里 还是扶手里 也没有告诉赖金德 首战及中战吗 是不是 兵哥 这个国防部 又是国防部的问题了 这一切都是国防部的错 这个不是 这个就跟国防部 没什么关系 他怎么知道赖金德要讲这个 总统无人物要写的 不是国防部写的 不是国防部没有先教他说 你知道打仗是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吗 你觉得国防部会知道 他要讲什么吗 对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 我们也不要所有事情 都推到国防部身上 对 国防部已经很倒霉 人家的也蛮累的 对啊 那大家没有注意到吗 就是 民进党 他们这些人 他们喜欢用文人当部长 这个我觉得也OK 也不是没有文人当过部长 那我就觉得你们去每一个场合 基本上演好这一出戏很难吗 演技都不行啊 就是你好歹大家先重演一下 了解一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个 这个大家不要笑 这是基本礼节 对 基本上就算 将来赖兴德也要去国外参访啊 对啊 你在见人家总统之前 你不需要了解 当地的一些相关礼节啊 或是人家习惯性的一些东西吗 也是要啊 对不对 我觉得他的个性他不会 那 我跟妳讲 你现在是在台湾内部 出这种包也就算了 你如果到外国出这个包 是很丢脸 很丢脸啊 而且邦交国已经不多了 如果继续这样子的话 真的很尴尬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也就是 现在不只是民进党这些人 就是一群猴子突然之间站到大位 所以搞不清楚状况 连他旁边的幕僚都是一群猴子 都不知道真正应该做什么事情 拜托他们是你的老板 你的老板出糗 你很高兴吗 赶快把你们老板交会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最基本 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好谢谢冰哥 谢谢董哥 谢谢雨萱 拜拜 拜拜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